大家好,我是湘萍,我回來了 我老實說,我在還沒當媽媽還沒嫁人之前 其實應該說是還沒當媽媽之前 我真的很貪睡,我幾乎都可以睡很久 我當媽媽之後呢,真的 已經沒有這樣的lugery了 我最想婚睡就是有時候 我老公Alex講一些比較廢話的時候 很容易,只要講你孩子出事了 因為我從13歲開始,我母親就不是了 所以我會希望穿越到那個時候 因為每一次就是會回想就是 現在就是長大了,也比較成熟了 然後也賺錢了,也工作了,然後也失業了 然後有孩子了,然後有嫁人了 就會希望我的人生的這一個每一個階段 都希望母親會在 最害怕忘掉我的孩子 我真的很怕 我很怕我會忘記他們 忘記我自己的孩子 或者忘記我孩子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日子 比如說他們生日啊 還是一些跟他們在一起的一些回憶 或者memories 我很怕他們會忘掉 我很怕老了之後 真的忘記我跟孩子做過什麼事情 或者跟老公做過什麼事情這樣 太好了 大了 全部的一個好有 寶寶 平均 人間 還有一段時間 都不信容 也只會